搭配粉色背景放上照片 这是第52届金马奖上 悼念世事影人的影片 资深制片裴翔全在2015年过世 1983年他和导演朱祥平合作的四傻害羞 当时让林青霞凤飞飞合体 还有黑衣部队之手足秦深等等 不少作品涌流大家心中 只是他的遗产争议至今还在延烧 就是因为赔偿权过世后立了遗嘱 把1.3亿遗产分给邱离宽等人 家属不满没有分得 进而确认遗嘱效力 一审由于受遗证人 有两人是见证人判遗嘱无效 如今二审判决结果终于出炉 法官才信邱离宽主张 指出赔偿权曾说家里人一毛钱都不给 认为不应该无视立遗嘱时的争议 改判遗嘱有效邱离宽逆转胜 所以是比较尊重他的想法 被继承人的想法 但是这样子的判决 说实在的跟我们民法规定 是有一些歧义的 等于法官用比较多个人解释的方式 去解释我们的民法规定 律师认为若上诉到第三审 很有可能因为对法律上的解释不一 被发为二审 其他法官重新审理 只是各界也好奇类似案件 就算最后遗嘱真的有效 家人究竟能否分得遗产 他的遗嘱依照民法的规定 还是可以请求到特留份的 只是这个特留份 就必须要自己去法院诉讼 但比例还是会依照配偶 直系写亲被亲属 用分配金额上差异 目前案件仍可上诉 官司还没画下句点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